看样子这两盆小木槿也缺水了 因为它的这个叶子有很多都发黄了 我颠一下看是不是 哇 哇 这么轻 这一盆 哇 这一盆还有一点重量 可能因为这是两家人的盆 它的这个水干起来就会比较慢一点 所以它的这个黄叶没有这个一家人的这么严重 所以用这个盆小的小盆种花的话 这个浇水频率可能就要比这种大盆种的花 浇水频率要高一点 所以这个花千万不要让它缺水了 大家看都黄成这样了 所以如果你发现你的这个花出现了这种黄叶 尤其是这种老叶子黄叶 你第一时间就要去检查一下 它是不是缺水了 缺水了就要立马给它浇 现在我就来给它浇 以后得吸取教训 多来检查一下有没有缺水 尤其是夏天 夏天这个风又大 太阳又大 然后植物生长的又旺盛 这个土干起来是特别特别快的 我说你呢 我说你呢 我说你不一定别的 我说你呢 我说你这种花才有什么 我说你呢 他现在是天津 也现在是天津 你呢 我说你呢